公诉人员正在检查福克森警察达兰·威尔逊打死18岁的迈克尔·布朗一案中的证据 自从这起枪击事件发生以来 这个主要是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居民一直在要求这起事件的答案 布朗的母亲莱斯利·麦克斯帕登说 她的儿子被谋杀 她要求彻底调查此案 我要求公平逮捕这位警官 让他为其行为受到惩罚 有关导致布朗死亡的案件有各自不同的说法 警方发布的监视录像显示 就在事件发生前不久 这位黑人少年在一家便利店偷香烟 但是调查人员说 威尔逊警官不是因为在街上巡逻期间看到布朗的盗窃行为 才把他推到警车边上的 调查人员说 在撕打过程中 警官一度被推进警车里面 然后受到殴打 圣路易斯警察局长贝尔·莫说 根据这段时间的调查 我们认为 发生在警车里的撕打是为了争夺警察的武器 警方说威尔逊的脸上有瘀痕 但是目击者却另有说法 那个孩子当时想要推开警察 可是警察却在把他往回撤 目前还不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另一个目击者说 警察开枪之后布朗试图跑掉 他当时在跑 然后转过身来 举起双臂 他在被连击竖枪后停下来 举起手 布朗家人的代理律师 发布的一份独立尸检 结果显示 这个未携带枪支的年轻人 正面中枪多次 包括头部 所中两枪 尸检未发现布朗和警察之间 曾有搏斗 布朗家人的律师本杰明 克伦普说 结果证明目击者所言属实 迈克尔布朗被射中多次 此外地方和联邦调查人员 也分别对布朗的尸体进行了尸检 与此同时 警察威尔逊的朋友表示 威尔逊曾经告诉他们 他射出的最后一枪 是在布朗正要袭击他的时候 但是调查者还没有对此 予以证实 法律分析人士表示 检察官提交给大陪审团的证据 对于是否对威尔逊开枪 打死迈克尔布朗提出的控罪 至关重要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